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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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让尼姆贾尼撒又惧怕又惊慌的梦 这次的梦和第一次的梦不大相同 第一次的梦是关联到整个外邦人时期的梦 但这次的梦是直接说到尼姆贾尼撒将要受到的刑罚 如果只梦到一个大树 那我们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当带你听到王的描述里面有守望的圣者 大声呼叫就明白这个梦是直接指向尼姆贾尼撒 他的遭遇 巴比优人的哲世们通常很会致远其说编造一些故事 但是他们这次无法再编造好的兆头 只能说一些凶言 所以在第四章第七节才会推托说 我们没有办法解梦 免得被杀头 所以尼姆贾尼撒王 我相信他心里有数 在他的时代当中 只有他是权威掌权的人 所以他才会惧怕惊慌 只是他不敢面对现实 希望能够听到对他比较有利的解释 所以当但一里听到这个梦的时候 他是心意惊讶骗时 心意惊慌 因为他知道神要透过这个梦来讲解 要警告尼姆贾尼撒王 但是他不知道当他讲解这个梦以后 王会不会听 会不会动怒 但是他仍然顺服把这个梦讲解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说这个忠言逆耳 讲实话很容易得罪人 特别在这种威权鼎盛的王的面前 要劝谴他 要讲出所有的述事都不敢讲的话 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 所以王就说 伯迪撒撒不要因为梦的讲解而惊慌 意思说我不会杀你 你尽管说好了 这个梦是上帝给尼布甲林撒的一个提醒 但是他仍然至高至大 他是不愿意听的 杀事物听了 所以上帝没有马上刑罢他 但他仍然至高骄傲 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他12个月之后 他这个大事的游行 他说这京都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 我要彰显我的荣耀吗 但是带你说 求你冤纳我的谏言 施行公益 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 除掉罪孽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其实尼布甲林撒王早在带你第一次为他解梦的时候 就知道耶和华是那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是至高的神 他本来应该敬畏神 谦卑 俯伏在神的手下 秉行公益 善待百姓 他就会更加蒙神的祝福 可惜他的功名成就太大 所以他行事狂傲 心高气傲 也可能恶待了以色列人 所以神就定义要刑罚他 但以理智到神行公益的法则 但是神也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他就向王建言 希望王能够悔改 以至于神会后悔不降灾给尼布甲林撒王 让他的平安可以延长 真言十一章告诉我们说 骄傲来 羞耻也来 尼布甲林撒王 因为狂傲被神所管教 但是神在他的身上 仍然有恩典跟怜悯 只是让他 颠惶发疯 经过七期或是说七年 仍然让他有回转的机会 没有人可以 欺瞒神的荣耀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在神的面前 能够谦卑来行他自己 不是我们有多好 我们有多有才干 我们有多有能力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因为你有极大的怜悯跟恩典 我们骄傲自大得罪了你 主你在给我们一次悔改的机会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自己 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 并施行公义和怜悯 讨你的喜悦 谢谢主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你的每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